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可以跟972的所有DJ这样子的合作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荣幸 然后当我看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重庆写得特别好 谢谢 然后其实我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录的时候 我有点小紧张 因为每个人真的用声音来表演的能力真的好厉害 因为毕竟我还是需要一点颜值 需要一点的一个表演 就是给人家看到 人家才看得到我在做什么 但是DJ工作完全不容易 因为真的要通过声音去表达 是有一定的压力 但我觉得DJ们都非常照顾我 让给我很多鼓励 给我去很舒服地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我看了 我听了好几集我特别喜欢 真的吗 10号有view 其实他要求重录 我说可以啊 你要重录多少次都没有关系 因为总将有说 我在录 他说毕一姐姐 如果你觉得哪一段我做得不好 感情不够的话 你再跟我讲 他就开车回来特别录 对对对 他真的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是很敬严的 其实他已经很好了 大厅广众 我老婆在后面请放手 其实他已经很好了 只不过是我故意要见他多一次 我说你就回来再录一次 所以你看 本来我是演那个番茄酥的 现在我演他爸爸的那边 真的天哪天里何在啊 等一个大我十二岁大我一轮的人爸爸 坦白讲啦 你觉得有这样的人吗 番茄酥 等一个人等了二十年 你觉得会发生吗 我觉得会耶 会啊 所以我觉得整个剧本 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简实 对我觉得你跟你太太在一起多久 然后共结年龄 如果没有错的话是十四年 十四年耶 十四年 十四年 我们在一起十四年 十四年耶 十四年耶 建民大哥十四天就跑了 你还十四年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十四天 十三个小时 你把我讲的太长了 对哦 十四个小时 我跟你讲 兵哥只要是过夜了 他都不吃了 我刚的话 十四分钟我就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十四 十四年 你们是从读书就认识了 我们从呃大学 你还读过大学 那当然了 我也读过大学 他还是好学生耶 大学都长这种样子 很帅啊 对啊难怪跟我不一样 真的 因为我没有读过大学 哎 我这种是教授 教授其实是专门教野兽的 教授 会教的野兽 对啊 OK 既然蒋江在台上 是是是 我们就让姐姐 来问一道 简单的问题 是 然后由蒋江来 帮他这份奖品 对 问一道简单的问题 对 这个这个奖品是 兵哥带来买的 嗯 对 是直播卖的产品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对身体好 嗯 对 好不好 来 你问一个问题 可以跟广播剧有关系的 好 能不能让我 哈哈哈哈 哎呦 不要问那首歌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请问番茄书回来了 是由谁写的剧本 啊 啊 哎 这个从马来西亚来的 对不对 给他一个机会 是是是 哎呀 来来来来来 不要输出哦 对 大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El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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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住在JV什么地方 School Line School Line 可以靠近你的那个哪里 哪里 就 就靠近怡孙旁边那样School Line 是的 哦 你几点过来了今天 啊 中午十 中午十二点就一直坐在这里等我们 三点多 没有换人了 哈哈哈哈 啊你都让我们爽一下 哦 你下午三点就坐在这里等我们了 和他 妈妈啦 哦这个是你的 陪佳人啊 陪佳人啊 哦 你的口味很重哦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他朋友口味蛮重的 来 OK来请问 番茄书回来的 编剧叫什么名字 周重庆 哇 来来来上台上台上台 机会跟久江拍照哦 来叔叔叔 哎 谢谢你昂哥谢谢你 给我啦 你是要拍皮疗我拍他啦 我 是 是